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普奇小的变形机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天气百五十三集的节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铁工厂 所推出的盖世群魔 当中的这个左腿独角兽 独角兽呢 它是取名一个很奥苦的名字 这是钻头of 这个是一个某某妖兽的名字 但是某某妖兽之钻 听起来很奇怪 还是叫它独角兽就行了 变成一台钻地机 那本身的话呢 它这里标题已经写了2024了 没错啊 今年已经是到了最后的 一个礼拜左右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这个玩具的各个细节的表现 这个是它的人形状态下呢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包 而这背包的话呢 上面的话呢 也没有卡扣 没有办法把它固定住 但是本身关节精细度还可以啊 基本上也就不太会晃了 那么它的话 这一次的话呢 有几个要特别去跟大家说一下 比方说 它的武器啊 是一个双头的这个砖头 这个砖头的话 本身这里可以取下来 正常的话呢 是应该取下来的 然后呢 它的默认的枪头的话是这种是一个尖刺形状的 这边我们就把它安装上去给各位看一下啊 这个呢 是它的武器形态之一 OK 看你喜欢装哪一种 然后它的手的话呢 有很多的替换部件 比方说这个是一个手掌心 手掌心打开了 我们可以把它给换下来 换下来之后呢 那刚刚的这个电钻啊 刚刚的电钻里头是有个洞的 这个洞的话呢 它有附带的这个配件 有这个配件 我们可以把它给扣上去 那扣上去之后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拳头的这个部分给推进去啊 把这块推进去 然后呢这个 凸跟奥在这里 就把它做一个结合 那这里就可以轻松的呢 把它给扣上去了啊 卡的一声卡的非常的紧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有一个电钻手的展示 那钻头有两个嘛 各位的话呢 你可以按你的喜欢 把它呢 变成是两个都是电钻手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的手啊 还有一个是一个手掌心 穿刺的一个手掌心 但是呢 我 它这一次的 特别多了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非常非常妙的一个手啊 就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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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给装上去 给各位看一下 我不晓得 为什么你有一个国际问候礼仪的手势 对不对 就就特别多了这个 嗯哼 好吧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被这个 会不会这个要打马赛克啊 应该是不用吧 我就我我我就不打马赛克了啊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呢 呃 我们的手部啊 你在正常把玩的情况下 还是建议啊 把它换回是 它握紧的拳头的手 因为握紧的拳头的手呢 才是能够顺利变形的 待会的话呢 给各位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 这个我们轻轻都把它给装回去 而这个手掌心的内部啊 这个巨大的空洞呢 是它这一款玩具 在人形状态下 一个很难回避掉的一个缺点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给 这样先扣住之后 再把它给 扣出来 哎哟 好的 那就完成了 它的拳头的一个展示 那它的配件的话呢 除了刚刚的这些手啊 武器之外 就是它有一把枪 这个枪刚可以可以握在这个 握持武器的手上面啊 刚忘了给各位做展示 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另外呢 就是一头的犀牛吧 还是什么狼 应该是狼吧 好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目标战士啊 那它的话呢 是可以变形成它的 变形成它的一个胸甲 那变法很简单 你手臂往上面啊 已经是 前肢是往上翻 你往下翻的话呢 会翻不上去 会卡住 然后呢 把这个头给收进来 这一块 部件过来 抵住 然后到这里 这块部件 收进来变成这样 那它可以变成它的一个胸甲 这个胸甲可以做一个替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小跟斑 是可以放在胸口的这样的 把它给扣上去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纳 算是一个玩点吧 那可动的话呢 就是标准的铁工厂的一个可动 头部是一个球关 手臂三周零度 转动 是可以的 然后手臂还可以上下搓动一下 变形的时候会用到 手肘 这里的话呢 稍微调整一下 就一个双动关节 可以折超过于90度了 腰身可以转动 或者到一个向下看的一个关节 但是这个向下看的关节 已经有点稍微偏松了 那至于脚的话呢 这个前后左右踢 都没有问题 膝盖 双动关节的原部啊 可以超过于90度 变形的时候呢 是会用到的 脚踝也有接地啊 那脚后跟啊 这里脚后跟是可以单独动 但是脚后跟很短 但是好过没有啊 所以它的本身的可动的话呢 其实是比较标准的啊 基本上呢 你想得到 要能动的部分呢 它差不多也都能动了 那么我们来 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啊 首先这个后面这个地方 把它给打开 头的话呢 要翻进去 头翻进去的话呢 需要有一点点技巧啊 这个你推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头的一个收纳 是必须要稍微的往前面 推一点点啊 这样子才能够把它给塞进去啊 那个直接推的话呢 是有一点困难的 再把它给盖回来 然后呢 前面这个钻头的话呢 顺势往下放就可以了 前方的话呢 有组合的卡扣把它给扣上去 再来的话呢 拳头啊 这里从侧边 这个没有问题啊 毫无疑问的 就把它给收进去 好另外一侧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拳头把它给收进去 再来啊 手臂的话呢 暂时先到这里往上推一些些 往上推一些些 然后呢 这里 有一块部件把它给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部件把它包下来 包下来之后啊 这个地方 直角会刚好包住它 然后这一片部件呢 继续的往前面过来 你看到这里 有一个蓝色的洞 这里有一个银色的图 就这样把它给扣进去啊 到这边啊 这个形状会刚好 这个就是我说的 手臂要稍微往上抬一点点 这样一来的话呢 会刚刚好啊 那这个地方 没有翻出来啊 翻出来之后 这里推下来 到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这里滴过来 然后它的下半身呢 在变形的时候呢 第一个步骤呢 我建议吧 先把这个膝盖 这个户脊给转一下 不然等一下 我会忘记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的后面的 这个地方给打开 这里 这里有个锁扣 把它给打开 这个地方 这里 松开 因为扣得很紧 扣不开 算了 我还是用工具把它给扣开 扣开之后呢 这里还有一片盖板 一样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啊 这里 脚后跟把它给收进去 这一块部件呢 把它给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啊 它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往外翻出来 往外 往外翻出来 这里 这边 好 这里 把它给转出来 转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先把它给转到外侧 为什么呢 因为我需要把这个地方空间腾出来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的话呢 直接的往上面翻过来 到这边 直接的整个给翻过去 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这一片部件 这一片部件 应该持续翻吧 应该先翻到这里 好 然后这个地方躲开 总的就是这个地方 尽量让它空出来 然后到这边过来 好 你看到了 这里 有一个蓝色的 突跟到的一个结合 在这边 把它给扣上 然后原本的这个 人物的脚掌 这个就是插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好 到这边 那这里的话呢 转过来 它一样有一个蓝色的 突跟到的一个结合在这里 然后啊 里面这一块部件 提一下好了 里面这个大腿 这个部件 你要往内压进去 整个压进去 然后这块部件 才能够往下面推 我发现呢 它没有办法完全压到底 或许也可以 但是你不压到底 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可以完成变形 到这边 把它给扣上 这一侧的变形 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也一样的一个方式 再变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这个脚后跟 把它给 不对 先把它这个地方给送开 很紧了 而且 好 然后呢 这个脚跟收进去 再来这边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有一个 这里有个双弹关节 把这个部件给推出去 再来把这个盖板 打开 好 到这边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子 折过来 到这里 这边推出来一点点 好 推到里面的双弹关节 折里面那一层 好 这样子过来 到这边 OK啦 到这里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把 后面的 这个地方 有一个 2跟0的结合 在这里 sorry啊 不小心把它给 弄滑了 不过呢 这个地方是 因为这里脚 应该需要压进去 这一片部件干涉到了 把它给推进去 然后呢 这里 扣回去 这里 一样的 有一个图根 然后把它扣上去 到这边 这个 两侧扣好 好 那么呢 这个 两边 中间是可以做一个组合的啊 好 这个地方往前面推进去 这里我把它给往前面扣 它的一个电砖车的形态呢 下方其实没有附带轮子啊 所以说也就不能够推车 不能够滚动了 那你可以看到里头 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些歪曲扭巴的 但是都无所谓 你只要能够外部这个地方呢 能够把它拼凑起来 也就OK了啊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是没有办法把它盖紧了啊 反正大家就是知道一些特性的 它的电砖啊 可以动啊 这点有点意外啊 这个多了这个可动 有点意思 车后方就有点小烂尾了啊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地方有个洞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待会呢 在大合体状态下的一个使用的部件 这个非常大的一条腿啊 这个可动的话呢 可以给各位展示一下膝盖 展示膝盖没有齿轮关节 但是很紧啊 然后脚踝也是有一个接地 内外可以动的啊 那脚尖可以动一下 脚后跟 脚后跟啊 没有单独的一个零件 那它的一个组合方式 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大合体的状况下呢 是以这个电砖车的形象呢 这个地方稍微挑开一点点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空间啊 不要去阻碍到就行了 把它给推过来到这里 然后呢 两色的履带呢 这个有洞的呢 不要洞 我们洞另外一边 稍微的把它给拆开来 推到一旁去就可以了啊 真的是推到一旁去就行了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啊 这个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里这个 这个洞 就是要扣里面的 这个蓝色的图 然后这里的话呢 会刚好卡在中间这里 那它卡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基本上就不用不用太不用太单 对了 还有这个 胸脚要拿掉啊 胸脚要拿掉 这样子来扣 从这边 把它给 按下去就可以了啊 这里 扣上去 稍微对一下 因为看不到啊 就只能够平感觉了啊 好 我有试图呢 去把它给扣回去 因为这里 这个洞还在 这个我试图把它扣回去 但是我发现 应该是做不到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 盒会什么的 他们确实就是把它给摆在外侧而已 然后这个电钻头 也是这样子 就包罗在外侧而已 这个是它的人物的左腿 那这个是人物的外侧吧 它的一个形象就是这样 那实际上就是把 把这个巨大的插件呢 给做一个填满 可以看到很多的 这个履带啊 布满了各种履带 在它的左边的小腿上面 但是这里感觉就有点力量感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 赤轮履带在里头冻的样子 好吧 那这个合体呢 我觉得是喜欢的啊 这种合体太简单了 哈哈哈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这款 铁工厂推出的 又一套新的合体 盖世驱魔中的左腿 独角兽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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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